只见一只鳄鱼正被狮子们围攻 鳄鱼想要反击 可奈何不了灵活的狮子 狮子们从不同方向对鳄鱼进行围攻 鳄鱼有些首尾难顾 被咬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得仓皇地退回水里 不仅仅是这只鳄鱼遭到狮子们的围攻 像眼前这只鳄鱼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鳄鱼面对两头狮子的围攻 也只能是张大着嘴巴 以示警告 因为狮子们太灵活了 加之鳄鱼又是在陆地上 鳄鱼根本就咬不到狮子 只能是无奈的防御 好在鳄鱼的血盆大口 对狮子们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不至于被狮子咬得很惨 那为啥狮子们一见到鳄鱼就想咬呢 还不是因为平时这家伙 经常与狮子争夺食物 要知道在自然界中 食物对于动物来说是很重要的 它关乎着动物们是否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对于夺食的仇敌 动物们抓到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对方 而鳄鱼作为水中霸主 在水里可谓是难逢敌手 以至于很多动物 在水域附近喝水的时候 都非常小心 这位隐藏的杀戮机器 但小心不一定有用 鳄鱼的伏击突袭是出了名的快 所以只有反应更快的动物 才能逃过鳄鱼的血盆大口 反应慢的 则被鳄鱼咬猪拖入水中 成为其口中之使 可惜的是 鳄鱼并不能一直待在水里 它总会去到陆地上 所以这就给了狮子机会 像眼前这头鳄鱼 又被狮子们抓个正着 虽然鳄鱼的血盆大口 让其他动物闻风丧胆 可狮子们并不怕 扑上去对鳄鱼就是一通乱咬 看这个鳄鱼体型也不小 但面对狮子们的围攻 也只能是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最终只有趁狮子们不注意的时候 灰溜溜的逃跑 这些跑得快的鳄鱼 虽然挨了一顿揍 但是保住了命 像有些鳄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直接成为了狮子们的口中之使 感谢观看